10月7号晚上 德云社鼓曲专场迎来了收官之战 不得不说 德云社鼓曲社在天津这块 也给出了自己最大的诚意 跟前几天不同的是 这一天的演员 基本上都是德云社鼓曲社 自己的演员 不像之前几天 全都是一些鼓曲前辈 郭德纲 张云雷 陶云圣 王慧 这几位德云社拿得出手的演员 都轮番上台 最后出场的德云董事长王慧 更是唱完经韵大鼓 探情文 连续反场了孟江女 鱼公移山 黛玉焚稿 演出的节目自然无可挑剔 但王慧的打扮引发了一些人的讨论 郭德纲老婆王慧这次上台穿的衣服 与之前穿的苗金斯的黑旗袍 样式差不多 不过上次穿的旗袍 是画了几条抽象的花纹 看不出是什么图案 而这次则是明明白白给大家展示出来 这身黑旗袍 上边绣的是金色团龙 说来也奇怪 好像老郭家对于龙的图案有特别的爱好 此前郭德纲就无数次在舞台上提到过 想让儿子郭麒麟给自己买蟒 甚至自己的儿徒烧饼朱云峰就亲自送给郭德纲一件蟒 而郭德纲的徒弟们跑郭德纲家玩的时候 晒出来的合影中 有意无意地拍到郭德纲家里的龙 比如月云鹏 阮云平的这张合影 郭德纲坐的红木椅子下面 就是一张画着龙的图案的金色地毯 搭配着身后的孔雀羽毛 以及各种文玩古董 这家里当得起一具富丽堂皇 此外 房梁上的金色龙纹 郭德纲自己的黑色龙莽图案的大褂 都显示着郭德纲对于这种皇家奢华吉福的追捧 不过平时 郭德纲可能觉得自己得罪人太多 并不会太高调的穿着显眼且鲜艳的袍子出来 所以一直也都没人说什么 那么王会虽然贵为德云社董事长 这次穿了金色大龙图案的旗袍上台 合适吗 个人觉得其实是无所谓的 大清都没了这么多年 真龙皇上啊 九五之尊龙袍啊 那些都是应该摒弃的封建思想 平时也有很多人为了霸气而在身上画个龙 或者穿个带龙的衣服 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放在古代算是坏了规矩 放在现在就是个性的追求 王会这次穿龙袍上台 与他自身的气质可以说是相当契合 舞台下作为德云社的一把手 舞台上是古曲名家 搭配手上的奢侈品手镯戒指 更显得王会的富泰滑美 假设学别人穿个凤凰 一下就感觉王会就差了那么点意思了 所以除了这件龙袍衣服 我想不出有什么更能体现出王会霸气之心 至于说古曲演员能不能穿这身衣服上台 娱乐圈和文艺界也没有明文规定 说唱古曲不能穿带龙的衣服 或者说德云社的人不能穿蟒袍 早在2013年的时候 王会曾在央视综艺 《我爱满堂彩》上演出的视频 当时王会同样演唱的是代表作之一 黛玉焚鞏 而当时王会穿的也是龙袍 当时央视录制的时候 没人觉得不妥当 观众看的时候也不认为坏了规矩 所以我觉得连央视 都没觉得不合适 那就说明挺合适的 再次穿上了自己多年前演出的衣服 真是风采不减当年 看得出来 王会对这个舞台还是充满了热爱 这一次古曲专场 王会不仅仅是登台演出 更是凭借自己在古曲界的人脉 帮郭德纲老师请来了好多前辈助针 看着张云雷 郭坟洋一起在台上陪着王会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 真是让人感叹 郭德纲老师上辈子到底积了什么德 才能找到这么好的妻子呢